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对不起 在先生的时候习惯了 一时忘了礼数 还请您见谅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我就是照顾客人 原来你是这样认为的 同吃同住两个月 是什么事都没有 你放 美人 坐下 差不多得了 我要得寸进尺 好 我知道了 你不喜欢我 不说了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同吃同住两个月 算了 冯老爷 您不要问了 美人不喜欢听 就算了 我一个大男人 吃点亏没什么 冯美人吞一下又站了起来 你打吧 大不了我的左手再为你弄断 大哥 你放开我 今天不是我死 就是他死 我跟他没完 够了 在胡闹我将法伺候 爹 娘 他欺负我 他胡说 看到冯美人哭了 他的几个哥哥也都站了起来 都坐下 在客人面前像什么样子 母夫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 这事说来话长 我长话短说 当初美人被乱臣贼子抓了 韩山同我的女婿去剿匪 救了他们 美人非要跟着韩山回来 后来在一次打劫的途中 美人不慎掉入猎人的陷阱伤了脚 韩山又救了他 后来韩山在照顾他的过程中 美人不小心把韩山的手弄断了 美人感念韩山的救命之恩 又愧疚自己伤了韩山 就自愿照顾韩山 就这样 两个一个伤了脚 一个伤了手的 就在一起互相照顾 冯美人轻呆地看着木连 夫人 你怎么也胡说呢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 我哪儿胡说了 韩山没救你 救了 他的手不是你弄断的 是 这就对了 那你怎么能说我胡说呢